而为了保障行车安全 监理站针对了高龄者执行驾照换照作业 提醒受到75岁高龄换照通知的长辈们 记得携带身份证健保卡 而且四张一寸的相片到监理站来进行体检 认知功能检测以及驾照的换发 而花铃县监理站呢 也会下乡来展开定点换照的服务 减少老人家往返医疗体检院所 以及监理机构的路程时间 日前为了服务健安厢和花莲市区的高龄长辈换驾照 花莲监理站特别把行动监理站专车 开到了花莲市卫生所 现场提供高龄驾驶人换照 以及认知功能测验服务 免去老人家要往返医疗院所 和监理单位的车程时间 行动监理车是首度开来我们花莲服务的 那这一次也非常感谢 卫生机能够与我们一起配合 然后来就是对我们的营花族来做一个服务 那很多人就是会收到我们的通知单 那收到的话 我们除了要做那个体检 体检外 体检合格之后 然后再做一个认知的测验 那两个都合格之后 我们就马上的就是换照给他 然后还有一个送他经理的纪念品 那这样高龄者他不用去卫生所或是卫生局 就检查身体之后还要跑到我们经理站 然后让他节省很多的时间 花莲监理站提醒 接到75岁高龄换照通知单的长辈们要带身份证 健保卡 驾照 还有四张一寸相片 前往监理单位来进行体检 认知功能测验 还有驾照换发 而未来这台行动监理站专车也会安排下乡 巡回病点服务 鼓励老人家积极换照 确保大家的行车安全 这里会幻视报导